右弟说 我是农家女 不配做她的姐姐 后来 她决为贝多家道中落 跪在我的院门外祈求我回来 笑死 我舒心日子还没过够呢 你我姐弟情分已尽 你好自为之吧 侯府的正院聚满了人 上到刚封柿子的腾心 下到前院洒嫂的小丫头 人人脸上都挂着兴奋 他们正在等着看我笑话 二房嫡女滕华月 我的堂妹 此刻正把腾心护在身后 活像被审判的人是她 而不是我一样 她温柔地对腾心说 心根儿别怕 阿姐在 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阿姐护着你 我那天真的阿弟便满眼如目地看向她 腾心因她的鼓励得了勇气 冲我大声训斥 腾华荣 你本就只是个低贱的农家女 大字不识几个 半点风雅不懂 凭什么霸着管家权 识相的话 赶紧把对牌交出来 别让我吩咐人去抢 说完 她还期待地看向腾华月 好像在等待她的夸奖 我被她的话 她的表情 刺到头晕目眩 整个人就像从山崖坠入至深渊一般 漆漆惶惶 我深深吸了一口气 问她 我为何不懂诗词歌赋 又为何不通风雅 其中原因你不清楚吗? 疼心答得理所当然 你想找什么借口? 我母亲见你可怜 将你过记在名下 可你来侯府后不是闷在厨房 就是扑在前院 记不上女先生的课 又不学习琴棋书画 哪里像个小姐的样子 我都不敢跟同窗说 我有你这样的姐姐 她看着腾华月 眼里全是欣赏和喜爱 你看看华月姐 她这般的气质 这般的才华 才是侯府嫡女该有的样子 疼华月腼腆地笑了笑 疼心的一字一句 就像脆了毒的刀 一刀一刀地刮着我的骨 挖着我的肉 我从内心深处疼生起一股怒火 但这股怒火扩散至全身后 又变成了没有边界的无奈 我入府十年 涨家八年 每日不仅要处理府里的一英琐事 还要管着夫人留下的各色铺子 而除此之外 我便是把所有的时间和心思都用在了她身上 她小时候脾胃不好 每日只吃得下一点东西 整个人像猫一样 又瘦又小 一到季节更替或使天气骤变 她就会生病发热 须在床上躺半个月才能缓过来 那时夫人已经游进灯窟 整个大房摇摇欲坠 偏二房还要隔三差五闹出点乱子 夫人根本顾不上疼心 我联系她小小一团 又感恩夫人把我从魔窟中带出 便一门心思研究起药膳和菜谱来 后来 我几乎要成半个大夫了 每日变者 画样为她食疗 这才一点一点把她喂大 夫人过世后 我以嫡长女的身份皆过长家权 耗费了极多努力 才让大房不致被二房压下去 为的就是在她长大之前 替她守住家业 即便如此 我也是日日过问她的饮食和功课 从不忽视她半分 可现在 她却嫌我不读书 不懂琴棋书画 不如腾华月 我直直盯者腾心 极力克制住声音中的颤抖 那你可知 夺了我的长家权意味着什么 十三岁的腾心稚嫩的脸上藏不住心事 她眼神躲闪 语气中带着心虚 你不用怕下人不尊重你 你总归是记在了我娘的名下 我不会亏待你的 她支支吾吾 态度又放软了些 况且你不是常说当家辛苦吗 我也是为了你好 以后你就好好在自个儿院子里休息 不用再操那些老实子心了我 气红了眼 夺了我在侯府唯一的倚仗 倒成了为我好了 我从前只当她年纪小 便不清好恶 如今看来 怕是我高看她了 这府里只有我和她是一体的 我没了管家权 她要如何把控侯府 我看着她畏畏缩缩的样子 又看着她身边的滕华月那势在必得的样子 突然生出一种看好戏的恶毒心态 既然滕心不在乎我的处境 不看重我与她的姐弟之情 我又何须去顾及她的未来 左右我也护了她十年 夫人的恩早还清了 我挺直几倍 不再抑制住眼角的泪水 在众人面前摆出一副伤心欲绝的样子 周围的下人们不敢思语 却没忍住交换眼神 我戚戚爱爱地说 阿弟长大了 直到心疼我了 可真让我欣喜 往后我就在我那小院里享清福 这福里的一应事宜就全权交给阿弟了 滕心和滕华月互相对视 彼此的眼里都是胜利的欣喜 这份欣喜直到我拿出对牌病库房药时候 全然化作了兴奋 滕心拿了对牌 没有半分犹豫就递给了滕华月 她对所有管事丫鬟说 从今日起 就由滕华月长家了 滕华月葱白的手紧紧捏住对牌 直捏到手都红了 她的眼里闪过掩不住的野心 嘴角要笑不笑 呈现出一种奇怪的弧度 人却矜持地冲滕心行了个礼 阿弟放心 日后你便和爹还有阿兄安心在外头打拼 后宅交给我吧 我用帕子沾了沾眼角 退到一边 饶有兴慰地看着这段姐弟情深的戏码 心下好奇 不知他们能情深多久 我从不知 不用早起处理家事的日子原来有这么舒坦 可以每日睡到日上三杆才起 悠哉悠哉地享用一日三餐并五点 最快乐的是不用看那一堆一堆的账本 老实说 这日子我就过了一天 便沉溺进去了 这才是大家闺秀该过的生活吗? 至于一心想做出成绩的滕华月 很遗憾 她极不适应管家的强度 又总想着比过我 结果是做十件事错五件 整个侯府乱作一团 最严重的时候 二叔的朝服差点和平日里穿的衣服混着一起给僵洗了 腾心腰来的童窗等了一个时辰才吃上冷饭冷菜 因着这些事 二叔跟滕华月大吵一架 倒是疼心 处处维护 半点也不想她的华月阿姐受委屈 二叔又生气又无语 说要让苏姨娘和滕华月一起管家 这管家权还没午热呢 滕华月岂会答应 只是不知她怎么想的 竟然在这个接过眼派了乳母来找我 那女人圆肩后背 指着我的时候 浑身都跟她的主子一样 写着高傲 二小姐每日在前厅忙得脚不沾地 大小姐倒是好福气 在这小院里才几天 都养出肉来了 我情不自禁地摸了摸自己的脸 一脸开心 当真 如母被我说得一噎 只得断了讽刺的话 直奔主题 二小姐 今日派奴来 是担心大小姐闲不住 寻思着大小姐 要是愿意 就从心把厨房和江洗房管起来吧 我指了纸桌上摊开的书 不愿意 我挺忙的 如母没想到我会这么说 她张着嘴啊了半天 不可思议地问 不愿意 那可是厨房 厨房一向有水多 而且我现在拿下厨房 日后就能跟滕华月一争了 但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冤大头呢? 他们还真当我没了管家权就没了底牌了? 我乖巧地笑了笑 柿子那日训得对 我书读得太少 所以你瞧 这些日子 我整日埋头苦毒呢? 对了 正巧你来了 烦请帮我问问二小姐 何时能替我寻个女先生 说完我还让丫鬟秦儿给她递了块老大的银子 乳娘看着银子眼都直了 只可惜这银子不是银子 是烫手的山芋 她不敢接 这要是接了 她就真得帮我办这趟差事了 乳母最后灰溜溜地走了 秦儿关上院门的时候 狠狠朝门下催了一口 真不要脸 自己惹了麻烦解决不了 就来烦我家小姐 真当小姐是专门收拾烂摊子的 她怕我不开心 又上前 小姐 要不我让不由上街给你买烧鸡去 不由是秦儿的哥哥 也是我的小司 在拐去后街买坛子酒 我说 好嘞 等我吃上烧鸡喝上果酒的时候 就听说滕华月请来了自己的表姐和姨母 明面上来做客 实际上是来给她帮忙 我摇摇头 她那姨母去年新寡 早就想投奔侯府了 这一请 恐怕是请神容易送神难了 不过这又与我何干呢 我大大的咬了一口烧鸡 真相 滕华月倒估了一记 才将将把侯府理顺 我之所以知道的这么清楚 倒不是我有多关注她 而是前院的李管氏托秦儿递来了话 那日我正晃着扇子靠在摇椅上晒太阳 秦儿站在我身边兴奋地学着李管氏的话 说是滕华月在云城最好的花匠 那买下了五盆摇黄 三盆春兰 个个掌势喜人 价格催人泪下 不仅如此 他还在号称第一九楼的樊楼定了二十两一桌的面席 说是让三日后送到侯府来 他要宴请各家小姐 李管氏托小琴问我 这钱是让之还是不让之 李管氏是夫人的救人 夫人过世前曾下过死令 腾心封世子之前 这些救人只可听我一人的命令 至于封世子之后该如何 夫人没说 但懂得都懂 我若没有二心 便还可听我的 我若有了二心 便听世子的 我初时很感激这条命令 因为它我才牢牢握了八年的掌家权 但现在 我说不清是什么感触 只探等闲便却顾人心 却倒顾人心一变 如今 腾心已经站到了我的对立面 这三个月 他甚至没往我院里来一次 按理说李管氏不该 也不用再过问我的想法才是 想来是腾华月这般大手大脚把他吓到了 他是吓人 没法博主家的话 只能指望着我去制止 是了 我一贯都会为了侯府的每一分一离斤斤计较 我想到了那日在正院 李管氏站在一众下人前面 平静地看着我被夺权的样子 我笑了 当然让 现在是他腾华月当家 怎么花钱 花多少 都是他说了算 你告诉李管氏 以后这样的事不用来问我了 该怎么着就怎么着吧 小琴的眼睛滴溜滴溜转 欢快地传话去了 我坐在椅子上摇啊摇 思绪一下 随着天上的云飘远了 二十两一桌 当初夫人从腾家旁之买下我的时候 也是给了舅舅二十两 舅舅拿这钱 娶了媳妇 生了娃 又花了整整三年 才来找我要钱 腾心总嫌我对钱财太过看重 也是 他自幼变在云端 又怎知钱财于贫苦人家的意义 不过 我本以为那个没了我的压制 敞开手脚花钱的人会是腾心 倒真没想过 一向以清高风雅自居的腾华月会先跳出来 也是 闪花宴呢 多风雅 风雅之事哪能用钱衡量 只是不知三个月后 等他们看到侯府的庄子铺子递上来的那点子收益 还能风雅多久 滕华月社的闪花宴开始了 各家贵女都上了门 为了让我这个香巴佬也见识见识 真正的豪门贵族是怎么宴请来客的 她还特意给了我张请柬 我一出院门 就看到每隔五步的树梢上绑满了可以乱针的圈花 下人们的身上也穿起崭新的衣裳 就连小姐们面前放点心的碟子 都是从库房拿出来的真品 不仅如此 滕华月还请来了樊楼的乐济明姑娘 以便贵女们驱水流伤时能欣赏琵琶去 嘖嘖嘖 可真是大手笔 见我来了 滕华月师师然地站起身 我这才注意到 她身上的料子是南边新出的云锦 这种布料有个名头 寸锦寸金 我仔细瞧了瞧 却是华贵无双 就是跟她素来低调的派头不大匹配 滕华月带着些骄傲问我 滕华荣 今日的宴请你可瞧得上 我道 二妹妹的品味自是极好的 她笑得容光焕发 滕华月的表姐 在一旁用袖子捂住嘴 上下打量着我的衣裙 咯咯直笑 滕华月不仅品味好 人也能干 一早就到门口去迎客了 哪像你 直到现在才出现不说 身为主人家 还穿成这样 啊这 这莫非是传说中的猪队友 我羞愧地低下头 扯着身上那件半新的凹裙 不好意思地说 最近并未做新衣裳 让姐妹们见笑了 在场的贵女都是八卦的人精 听了我的话 都撵着帕子相互嘀咕起来 滕华月更是一下白了脸 今天她的目的就是想象众人炫耀 她拿了侯府的掌家权 且做得极好 比我这个前任当家人要好 可府里的下人们都穿上了新衣 我这座主人的却还是旧傲 这份客扣 简直明晃晃了 贵女们可不会说我软弱无能 能把这点事捅到世家圈子里 那是本事 他们会说 这侯府的二房连脸面都不要了 可这人家大房 孤儿寡女欺负 还蠢笨地由着人家把事情宣扬开来 简直是上赶着地把柄 给人笑 滕华月狠狠地瞪了她表姐一眼 刚想跟众女解释 蒸蒸的琵琶声突然停了 大火的注意力一下 到了月季明姑娘身上 上书之女宋乔乔借着这个空当起身站到我旁边 阿荣 你上次不是说得了个新菜谱吗 快带我去瞧瞧 其余贵女也装作无事地讨论起下手要点的曲子 只留滕华月站在众人中间 说也不是 不说也不是 一张翘脸红的要滴出血来 我强忍遮不孝出声 带着宋乔乔往小院走 坐在众人身后的名姑娘远远朝我汗了汗手 我微微笑了一下作为回应 人还没走出几步 身后就传来一声惊呼 姑娘 姑娘 你怎么了 御史大夫家的王姑娘在众目睽睽之下晕了过去 不仅如此 她身上还起了许多疹子 看起来十分害人 大夫初步判断说 这是中毒 短短两个字让所有贵女花容失色 争先恐后的也要看诊 御史大夫家的下人们则吓得脸都白了 这好好的赏花燕 怎么还有人投毒 所有人都把目光投向腾华月 腾华月就像被几十根针刺到一样 摇摇欲坠 很显然 她也不知这是为什么 我看着王姑娘身上的疹子 心念一动 问大夫 大夫 王姑娘的症状是何种中毒 是否有可能 是因为她吃了平素不能吃的东西 我并不是无端开口 只是突然忌起 王姑娘是有忌口的 她家送来的册子上特意注明过 她不能吃花生 因此 我每次宴请她的时候 都会特意不上带有花生的吃食 若是偶尔有些吃食中含有一点花生 我也会让秦儿仔细告知王姑娘的贴身亚伙 这是当家主母的基本素养 不值一提 但我的开口却让腾华月陡然有了发泄对象 她原本就很紧张 现在更是认定我在扰乱视听 她端着高姿态训斥我说 腾华蓉 你又不是大夫 乱插什么话 我用袖子遮住半张脸 一副受惊的可怜模样 宋乔乔看着我的样子就想笑 她十分配合地充当了我的嘴巴 腾华月 你也不是大夫 你乱插什么话 要不你告诉大家 王姑娘中了什么毒 或者你干脆拿出解药吧 省得大夫还要诊断半天 你别血口喷人 我和她无冤无仇 为什么要下毒 这时 王姑娘的丫鬟突然跪到我和大夫面前 打断了腾华月和宋乔乔的争吵 是了 是了 我家姑娘平素不能吃花生 她若是误食花生 就会起疹子 严重时也会晕倒 大夫略意私存 却有这个可能 她转向我 大小姐 我虚开歇药 我不等她说完便连连点头 换来禽儿去跟着抓药 宋乔乔丢给腾华月一个得意的眼神 事做不好也就罢了 阿荣给你擦屁股 你还一副受迫害的样子 你还真当自个儿金贵无比 人人都得敬你爱你 乔乔 明眼人都知道 你们滕家哪位姑娘更靠谱 说的是大夫管我要人 而不是滕华月 我看向宋乔乔的眼神充满佩服 这丫头那嘴 真跟刀子似的 不枉我平素待她好 滕华月背对到哑口无言 纸红着眼眶狠狠瞪着我 仿佛要把我生吞活泼 我假模假样地抖了一下 妾妾弱弱地躲在宋乔乔身后 乔乔 别说了 二妹妹为了赏花艳忙活了七八日 她也不想的 况且 况且现在是她长家 哎 说话留一半 后续全靠人想象 走大白莲的路 让大白莲无路可走 不得不说 装可怜是真的有效 人们都是站在弱者这边的 这样才能显得自己心善且强大 这不 在场众人看滕华月 那整个就是看恶女的表情 滕华容 你能不能不要装模作样 滕华月要气炸了 我垂下眼 抢逼出几滴眼泪 滕华月还想骂我 但她知道此时此刻她越说就越错 只好把气憋在胸口 拼命克制 哎 好愉快哦 滕华月没有气太久 一阵兵荒马乱之后 王姑娘总算悠悠转醒 众人都松了口气 还好还好 不是有人下毒 尤其是滕华月 虽然她不愿意我的猜测是正确的 但起码王姑娘人没事 否则 就算查清楚不是她下的毒 一个失察之责 也是逃不掉的 但赶来接王姑娘的御史 大夫家的夫人却不打算放过她 这位夫人当着所有贵女的面 狠狠把滕华月训斥了一顿 我当家二十余载 从没见过哪家宴请会犯这样的错 来客能吃什么 不能吃什么 这都是上了册子 递到竹母手上的 滕华月正 一肚子气呢 眼下话不过脑 全给宣泄了出来 夫人 王姑娘自己不清楚 不能吃花生吗? 她身边的丫鬟不清楚吗? 这花生酥可不是我硬塞进她嘴里的 你 不愧是云成第一财女 别的不说 这辩论之财倒是货真价实 半躺在软窖上的王姑娘气得胸口高起低落 她虚弱地争辩 我没吃花生酥 关键时刻 还要靠我来补刀 我适时指了纸桌上的糕点 你是不是吃的这个 王姑娘点点头 这是樊楼新出的点心 虽没有夹着花生碎 但外面却裹着不少用花生盐成的粉末 我介绍说 滕华月瞠目结舌 我 我哪里知道 她说不下去了 玉使大夫家的夫人怒气冲冲 不知道 你不知道吃食是用什么做成的 就赶往桌上访 你难不成也不知道 入口的东西有点不对 是会吃死人的 滕华月紧紧咬住嘴唇 满脸通红 最后 这位夫人冷冷评价道 不懂装懂 不识大体 不敬长辈 难怪轩平侯道你这辈 只有柿子 没有侯业 这句评价简直杀人诛心 尤其它是从玉使夫人口中说出的 滕华月终于撑不住 两眼一黑 晕了过去 玉使夫人对滕华月的评价一传十 十传百 到后来 连云城的小乞丐都说 轩平侯道现在都没有侯业 都是因为滕华月品行不端 当然 事实并不是这样 但除了滕华月 没人在乎事实到底是什么 玉使大夫并没有就此放过侯府 他跑到皇上面前狠狠掺了二叔一本 句句没提赏花艳的事 但句句都在骂二叔至家不言 皇上表面上乐呵呵地坐和事佬 但最后却赏了玉使大夫家一大堆药材 罚了二叔半年的俸禄 我之所以知道的这么清楚 是因为皇上赏罚完他们后 还顺口嘱咐皇后娘娘赏给我衣水的心不料 说是侯府家大姑娘没了长辈 怪可怜的 我迎着滕华月急恨的目光 迎着滕心懵懂的脸 恭恭敬敬地接下了宫里送来的赏 但我关上院门后却笑不出来 皇上这一赏 倒是让我往后的日子更艰难了 是 我无父无母 夫人和侯爷又双双离世 但只要我的身份是侯府的大姑娘 那二叔就是我的长辈 皇上这一说 一赏 是要大房和二房彻底决裂 是告诉我们 你们府里那点破事 我都盯着呢 我摸着光滑细软的布料 心思回转 夫人当年那一步 到底是走错了 宣平侯是本朝最后一个世袭罔替的爵位 其余的早在先皇在世时便收回了 宣平侯原本也是要被收回的 但滕心的祖父替先皇挡了一刀 导致疾病缠身 过早离世 这爵位就保留了下来 可惜滕心的父亲命也薄 习爵不到五年就意外离世 当时侯府还未立世子 滕心才两岁多 也不知道长不长得大 是以几乎所有人都爵的 这爵位要让二叔继承了 可夫人不服 他耗尽了他跟娘家最后那点情分 跟皇上求了道口谕 若是心根健康长大 这爵位就让他继承 若是他死了 滕家就只是滕家 皇上早就想收回爵位 因此他同意了 二叔发现后 就往夫人身上下了毒 夫人为了爵位 为了心根 舍了极多钱财和人情 拖着虚弱的身子 从旁之过继了我 他一点一点教我如何管家 如何保住他的嫁妆 如何在这侯府生存下去 如何保护滕心 只可惜 他拼尽全力去谋算 却算不出皇上在滕心十三岁这年 以他过于年幼为由 只封了世子 至于封侯 皇上不提 宣平侯府就可以只有世子 哦 这还得看 这世子能不能活下来 滕华月因为赏花艳的事 对外宣称 自责病了 要在府里休养 但实际上 他是被二叔进了足 滕心来寻了我两次 话里话外 是要我把管家的活虫新接过来 等滕华月病好了 再还给他 我看着他 睁大了眼睛 这么无耻的话 他是怎么说出口的 他难不成是把我当作下人来看待 所以在他心里 我的付出是理所应当的 或者说 我不付出 那才有问题 我告诉他 我不愿意 这下轮到他睁大了眼 凭什么 我拖起腮 凭我是你阿姐 滕心 一下跳了起来 他把桌子拍出了巨大的声响 你算什么阿姐 这点忙都不帮 过去我帮了你十年 你不也没把我当阿姐 我不痛不痒地说 滕心一脚踢翻凳子 指着我 似乎是要把一切都宣泄出来 你还想我把你当阿姐 你把我当作阿弟过吗 从小到大 你什么都要管遮我 这不让吃 那也不让去 我不喜欢习武 你非逼着我扎马步 练武琴戏 你哪里把我当阿弟了 你就是把我当作炫耀 你翻身的工具 说完这些 他大口喘起气来 我不自觉地直起身子 有些哀伤地看着他 这就是他和我离心的原因 我缓缓开口 我管你的吃 是因为你小时候吃重油重料的东西 就会吐 严重时还会生病 我管你的行踪 是因为你游船时落过水 跑马时摔过腿 我不希望你被人伤害 你又要挑拨离间了是不是 我说过很多次了 月华姐没有推我 二叔也没有动过我的马 她那日根本不在府里 他们是我仅有的亲人 你能不能不要成天说他们不好 腾心愤怒地打断我 我捂住胸口 那里闷闷地 像堆了千金石头 腾华月和二叔是她仅有的亲人 我不是 我一提他们的不好 就是挑拨离间 我长长地叹了口气 垂下眼 不再说话 一阵压抑后 腾心转身离开 临走前她冷冰冰地说 二叔给你相看了一门亲事 我原本想推一推 但现在看来 阿杰与她十分相配 你好好准备 后日两家相看 给我挑夫婿这件事 二房应该是操碎了心 不然也不会在云城的儿郎里千挑万选 选出了将军府的三少爷 这位赵三少爷极有名 听说她幼时既聪明又漂亮 就像年画上的娃娃一样逗人喜欢 可惜在一场大病后 她的心智就再也没有成长过 我见到赵三少爷的时候 她正蹲在地上看蚂蚁 整个人像个大树蹲子一样 一动不动 我也蹲了过去和她一起看 她看见我 傻傻一笑 脸上还沾着干掉的鼻涕壳子 她问我 姐姐 你也喜欢看小蚂蚁吗? 我点点头 一边吩咐秦儿拿块尸帕子来 一边回答她 小时候也经常看 觉得他们虽然都很小 但是却很齐心 能干大事 很羡慕 长大就不看了吗? 我笑笑说 长大以后要做好多事就没看了 啊!那长大可真不好 没事 你可以不用长大 可我想长大 阿兄说 长大了才能照顾娘亲 嗯 那你就多吃点好吃的 多读点书 每天开开心心的 就能长大了 好 我听姐姐的 赵三少爷又是一脸憨笑 看着他毫无心机的样子 我突然觉得心情也跟着好了 这时 我们身后传来一道声音 阿弟 要回阿娘那里了 我一回头 对上一双凌冽如西北寒风般的毛子 我连忙站起身扶了扶 赵小将军 阿兄 赵三少爷也急急地起了身 但他刚刚蹲太久了 这急急一起就失了重心 整个人往前栽倒下去 我下意识地张开双手想要拦住他 可他摔倒得劲太大 直接把我也带折往下坠 就在我以为我会跟他一起摔倒的时候 腰上突然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力量 接着我的头重重砸到了什么硬邦邦的东西上 姑娘 得罪了 我的额脚有轻轻的气流浮过 而那句换着我姑娘的声音 则像幼时夏日里我蹚过的溪水 凉凉的 又暖暖的 等我缓过神 发现自己正倒在赵小将军的臂弯里 其实也不算臂弯 他此时此刻正僵直地半展开右臂 手紧紧钻成拳头 离我的腰可是远远的 这动作一点也不为美 反而处处透着避之不及 我侧抬起头看他 他并不看我 而是直勾勾地盯着前面那棵大树 左手还牢牢抱住三少爷 怎么办 我有点想笑 瞧他整个人都是僵直的 活像是我调戏了他一样 小姐 您没事吧 远处禽儿跑来 不客气地把我扶起来拉到旁边 一边围着我检查我有没有受伤 一边用看灯徒子的眼神一下又一下地瞟照小将军 赵小将军的脸都被他瞟红了 我实在没忍住 嘴角弯了起来 坊间都传 赵小将军人如煞神一般 可我怎么看着 他只是个普通的少年郎 阿兄 晕 晕 赵三少爷捧着脑袋 人还站不稳 赵小将军听了 连忙把他扶正 跟秦儿围着我似的围着他转 又是捏捏骨头 又是摸摸额头 紧张得不行 看着他们真正的胸有弟公 我不禁羡慕起来 姐姐 我头晕 还疼 赵三少爷看着我正盯着他俩 不知为何 竟也委屈巴巴地冲我撒起娇来 那模样真像三四岁时的疼心 我不忍心看他委屈的样子 忙从秦儿手上接过湿帕子 走过去替他擦干净脸 嘴里安抚着 不疼 不疼 赵三少爷便开心地笑了起来 乐呵呵地重复着不疼 不疼 我和赵三少爷 赵小将军 回到樊楼专带贵客的单独院子时 迎面扑来的是将军夫人热切的眼神 他含笑打量我半天 搂着赵三少爷 问他刚刚开不开心 赵三少爷不停点头 开心 我喜欢姐姐 二叔一喜 接口道 三郎喜欢华荣 就让华荣跟你回家 长长久久陪着你好不好 这话说得露骨至极 就好像我是货架上的商品 喜欢 付了钱 谁都能带走 院子里的人听了这话 皆是不同的反应 赵三少爷喜不自胜地点头 将军夫人探究地看着我 腾心无动于衷 他根本就没听到二叔说什么 只盯着赵三少爷 赵三少爷一笑 他就一皱眉 眼里是遮不住地嫌弃 赵小将军站在角落 看着每个人 若有所思 而站在话题中间的我 只能竭力执起几倍 不卑不亢地平视前方 将军夫人眼里有惊讶 他看了一眼二叔脸上收不住地笑 又看了一眼赵小将军 嘴角带着温和的笑意问我 华荣姑娘觉得三郎如何 三少爷心思纯净 是个好孩子 我诚恳地回答 将军夫人满意地点点头 对二叔说:"那两个孩子的事就这么定了吧? 明日我就派人给府上送羹铁 二叔的脸笑成了一朵菊花 隔天 侯府与将军府交换了羹铁 兵人在庙里合了大吉 定下三个月后的初九成亲 这个日子太急了 因而滕华月从他院子出来后 嘲笑了我半天 我半点也不想理他 他却当我是恼羞成怒 隔三差五就要在我跟前溜达一回 似乎把羞辱我当成了乐趣 好在他也就那段时间把精力放在了我身上 因为管师们交账的时候到了 这天早上 侯府的下人们个个喜气洋洋 他们都等待着主资库房里有余前后 也赏他们几闻 但我知道他们等不到的 侯府自滕华月管家以来开销巨大 到现在 古丸 酒楼 布庄 金店的许多账都没结 可以说 腾心和二房就指望着这些钱来平账 可他们看到管师送来的钱后 却彻底傻了眼 怎么只有两千多两 腾心把账本甩在管师的脚下 说 是不是你们贪了 管师吓得直接跪下来磕头 世子爷 冤枉啊 上半年 明明有五千多两 这账本上写得清清楚楚 那是 那是因为大小姐 管师的话还没说完 腾心就怒气冲冲地跑过来 扬起手就要扇我 你个败家女 禽儿扑过来 硬生生地替我挨了这一巴掌 我看着她脸上迅速肿起来的手印 气得反手重重地扇了她 这是我第一次打她 腾华月尖叫一声冲过来 把腾心护在怀里 腾华容 你做什么 我冷冷回她 教训我阿弟腾心捂着脸 一呼一息中带着七分愤怒 三分委屈 你 你打我 我打你 天经地义 你又不是我阿姐 你凭什么打我 你贪了府里的钱 还敢打我 腾心 你听管师说完了吗 我眼刀一扫管事 他猛地一抖 结结巴巴地说 是 市子 府里的生意一直是大小节管的 好些商人只认大小姐一人 这半年来 大小姐没管铺子 生意就少了一半有多 正愿嫉弱死灰 二叔和她那女儿一样 自始清高 总觉着这银钱是天上掉下来 铺子里长出来的 从没想过还需要经营 至于腾心 我亲自带着她去过几回铺子 让她听过好几次管师们的意识 只是没过多久我就发现 每次她都只是表面上乖巧学习 实则什么都没往脑子里去 后来更是找遍借口不想再去 我过去想着 不去便不去罢 左右还有我 现在 我却觉得嗤之以鼻 腾心和二房 不愧是血亲 在清高 这方面还真是一脉相传 好一会儿 腾心才艰难开口 你 我并不看她 而是问 管家挺容易的 不是吗 一句话把腾心和腾华月说得脸色发白 戏已经看够了 我不愿再在正院多待 更何况秦儿的脸需要立刻处理才行 我无视掉腾心 不着痕迹地甩开腾华月的手 也不去回应她戚戚爱爱想要开口的样子 只交代了句 世子和二妹妹慢忙 我带秦儿回院子了 变头也不回地走了 两千两并不算少 但远远填不平侯府的花销 为了不至于太丢脸 腾心只能拿夫人的嫁妆来屏障 她是真的傻 到头来侯府风光了 二房享受了 掏钱的却是她 因为钱财一事 腾心和腾华月闹掰了 她要夺腾华月的掌家权 可二叔却没让她如意 华月不管也行 那便让苏姨娘管 这是二叔的原话 我们家的女眷就这几人 难不成你要自己管 腾心只有十三 每日还要上学 自然是不可能接手的 于是她又来找我了 她带来了好些礼物 站在院门外向我赔罪 她对着我隶属过去十年 我们相处的细节 企图唤醒我与她的情分 我站在院子里的梧桐树下 看着萧瑟落下的叶子 心里那份伤感难以名誉 我的生生父母很早就去世了 自我记事起 就是跟着舅舅生活的 舅舅本来是个还不错的人 但因为家里穷 又带着我这个脱油瓶 没有哪家姑娘愿意嫁她 日子一长 她就对我怨恨起来 她一不痛快 就狠狠打我 一喝酒 就拿棍子抽我 我每日要做所有的家务 还要想尽办法弄点钱 让自己不至于饿死 因而当神仙一般的夫人突然出现 问我愿不愿意做她女儿的时候 我第一反应就是跪下来 磕头 大喊愿意 夫人对我坦白 她与我 是一场交易 她给予我身份地位 教我十字管家 赐我一个容身之所 代价是从此我必须为疼心而活 我很珍惜这些条件 我深知 它们能改变我一生 但我更渴望拥有一个美好的家 哪怕这只是一场交易 所以我对疼心 从来都是掏心掏肺的好 我把她视作自己真正的家人 可她从来不曾把我视作她的家人 我是她的手 她的脚 她的厨娘 她的大夫 她的丫鬟 她的钱袋子 我独独不是她的家人 所以她不痛快了 就拔了我的羽翼 她的利益损失了 就要我替她寻回来 我与她 是朝之即来 挥之即去 我对站在门外怀念过去的疼心说 你我姐弟情分已尽 你好自为之 门外的声音停了五个呼吸 接着疼心向头发怒的右手 暴躁地锤打着院门 咆哮道 滕华荣 你个忘恩负义的卑贱之女 爷要你做事 是看得起你 你真当自己了不得了 把爷关在门外 来人 砸 给我狠狠地砸 疼心把我的小院砸了 不仅如此 他还拿走了我的首饰匣子 他指着我的鼻子 要我去夫人的牌位前跪着 我冷笑一声 带着禽儿和不由就要出府 疼心命吓人把我捆了 但那些人还没进我身 就全被不由断了手 我顺顺利利地出了府 门口已经停着一辆马车 疼心毫无形象地在侯府门口大喊 滕华荣 你若走出这个门 就别再说自己是侯府的姑娘 那模样比我那舅舅还要丑陋 我踩着脚灯走上马车 回身对她说 我从不屑于这个身份 我坐着马车 没有逼着任何人去了樊楼 明姑娘迎着我去了樊楼深处的院子 半个时辰后 宣平侯柿子砸了长姐的院子 抢了长姐的首饰匣子 又把长姐赶出侯府的事 就传遍了整个云城 明姑娘怕我受委屈 还让樊楼的说书人和小二们强调 这都是因为柿子没钱还债 可不是我德性有亏 我啼笑皆非 说我并没有世家女那般注意名声 只想有个光明正大的理由离开侯府 明姑娘却认真地说 东家 那可不行 您还云樱未嫁呢 明姑娘是知道我已经定亲了 但她也知道 将军府很快就会得知我被赶出侯府的事 退亲几乎是板上钉钉 退了亲 我可不就云樱未嫁吗 我抿嘴一笑 腾心倒是做了件好事 可我没有等来退婚书 我等来的是赵小将军和一对大雁 赵小将军拎着大雁站在樊楼的大堂里时 听说整个樊楼都被惊得鸦雀无声 他身边的管事捏折一张厚厚的单子 满脸通红 他倒一脸镇定 站在那就跟马上要领兵打仗似的 明姑娘请她进来 她说她就要在大堂里等我 明姑娘只能去院子里请我 我站在她面前 站在几百人八卦的目光下 第一次后悔把樊楼建得又高又大 赵小将军身边的管事冲我深深居了一躬 语气带折点尴尬和无奈 赵府失礼了 还请姑娘原谅 实在是 实在是 管事频频瞟着赵小将军 见他不吭声 眼一闭 心一横 继续说 原本应该半月后下聘 但大少爷明日就要启程去福州 便想今日与您和对聘李丹子 长耳朵的人都能听出这理由多别搅 管事说完就朝赵小将军使眼色 没成功 他只好双手托住赵小将军的胳膊 将那对大雁递到我跟前 顺带的 顺带的 呵呵 要不您挂在廊下 我瞠目结舌 您 您是来对聘李丹子的 不是来退婚的 赵小将军认真地看着我 皱了皱眉 吓得秦儿直往明姑娘身后躲 他说 你我眉朔之言 浑书也立了 现在你不想嫁了 那语气好像我是负心汉 我被他惊得张大了嘴 好半赏没说出话 赵小将军看着我 嘴角似乎往上勾了一下 周围有好事之徒大喊 嫁 脑得明姑娘呵斥 喝你的酒去 安安静静地樊楼顿时笑作一片 我好容易恢复镇静 朝众人服了一服 亲自把赵小将军和管事引去了院子 身后有人问明姑娘 这疼姑娘怎么一副主人家的样子 明姑娘眼睛一翻 姑娘是樊楼的东家 可不就一副主人家的样子 我给赵小将军倒了一杯茶 她的眼睛从我的手看到我的脸 目光灼灼 毫不避讳 我瞪了她一眼 她眼睛弯了 嘴角也弯了 你果然知道 你定亲的对象是我 我嘟囔一句 我若连要嫁的人都不知道是谁 那岂不是被卖了还帮人数钱 赵小将军抿了一口茶 没说话 但她看起来似乎心情不错 其实 我在相亲之前 真以为赵府要讨的是三少爷的媳妇 但将军夫人和赵小将军的态度却让我觉得有些奇怪 将军夫人虽说十分关注我和三少爷相处得如何 但看起来似乎更在乎赵小将军的意见 这也便罢了 最重要的是 赵小将军在面对我时 完全没有面对未来帝席的距离感 如若不是他人品差 那便是这场相亲有蹊跷 我不是真正的世家姑娘 因而我必须走一步算三步 我让明姑娘去打听之时 她是樊楼的掌柜 又经常进出各家各户 想探听什么消息 可以说十分容易 明姑娘调查后回话 将军府从没打算让三少爷取亲 他们相看的一直都是掌席 但将军府上下一众主子想要的 是一个能和三少爷友好相处 并且愿意一直照顾三少爷的掌席 因此他们干脆让人放出口风 说是要为三少爷挑媳妇 果不其然 消息一出 贵女们都避之不及 这才阴差阳错下 被二叔钻了空子 大好的亲事落在了我的身上 只是这些消息 都不能解释为什么将军夫人会在相亲当天 刻意在侯府面前含糊其词 回避掉与我定亲的是赵小将军这件事 我看了一眼并不急着说话 反而悠哉喝茶的赵小将军 把这话问出了口 这是阿娘的一个小考验 她听说 你很聪慧也知道你在侯府处境不好 她想看看你是不是真的聪慧 能察觉到相亲的破绽 察觉以后能不能体谅她的良苦用心 是不是仍然愿意嫁过来 如果愿意 你又是否有本事抓住机会 让耕铁顺利交换 赵小将军顿了顿 语气轻松愉快地说 阿娘拿到耕铁时 夸了你很久 说赵家就是要你这样的掌席 三弟也在旁边跟着夸你 我没想到竟是这么没礼貌的原因 但仔细想想 将军夫人这么做也无可厚非 倘若赵府上下半点成算和心机都没有 那宣平侯府就是他们的未来 哎 如若可以 谁不希望做个单纯的人呢 我想到三少爷 眉眼带出一个笑 赵小将军见我笑了 微不可查地松了口气 他带着点小意和我聊起天来 腾姑娘是怎么让二爷同意婚事的 这下 我笑出了声 说来 您可能不信 二叔直到现在恐怕都没有仔细看耕铁 这是有些丢人 不过丢人的不是我 是猴府 交换耕铁那日 在正院接待兵人的是二叔和苏姨娘 我让秦儿找了两个小丫鬟去腾华月的门口 细细碎碎地说 这耕铁应该交给当家主母 苏姨娘既没有当家也不是主母 怎么能接 何该二小姐接才是 腾华月就这么被击出了院子 没有任何通报去了正院 一副要跟苏姨娘争个高低的样子 二叔嫌他丢人丢出了府 气不打一处来 又不好当着兵人的面教训腾华月 只想赶紧把耕铁给换了 因而兵人将耕铁给二叔后 他想也不想便递给了苏姨娘 毕竟腾华月是小辈 可腾华月不依呀 他要拿 苏姨娘更不依 他好不容易得了回主母的差事 两人僵持不下 这耕铁便直到最后都没有被仔细打开确认过 我快乐地说完这一切 赵小将军听得很认真 我笑的时候他也笑 我无奈的时候他也露出惊讶的表情 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句句有回应 想到这里 我的心就像春日的湖水 泛起一圈一圈的涟漪 我不禁脱口而出 为什么不退亲 说完我才意识到自己问了什么 我感到自己的脸烧了起来 我不敢再看他的眼睛 但我的耳朵一直在等他的声音 嗯 很多原因 我们家过去很穷 穷到没饭吃 后来是祖父带着阿爹参军 阿爹又带着我和二阿弟参军 家里才一点一点好起来 我外祖家也是小门小户 比起管家 阿娘更擅长跑马 她一直想要个擅长管家的媳妇 至于家是背景 她犹豫了一会儿 还是老老实实地继续说 再娶个高门大户的姑娘 就要招人忌惮了 赵小将军没有名说招谁忌惮 但我知道 他说的是皇上 可我若是背侯府除了祖谱呢 赵小将军很惊讶 滕家会舍弃一个要嫁进将军府的姑娘 这还真是不一定 但我仍然不依不饶地问 万一呢 这是耍小性子 我从不在人前耍小性子 赵小将军满脸无所谓 那也没事 因为我心愿你 赵小将军哪者对大雁质问我是不是要毁婚这件事 仅随着腾心把我逼出侯府这件事传遍了云城 不用说 又是明姑娘的功劳 自打那日赵小将军来找我后 明姑娘和秦儿每天都要在我跟前夸她至少三回 一向崇拜武将的不由要夸五回 我烦不胜烦 赵小将军真像管事说的那样 隔了两天就去了福州 临走前他亲自来见我 说他会尽快办完差事回来 好迎娶他的美娇娘 我打了他一拳 他顺走了我的发簪 我点着脚想抢回来 他迅速藏进怀里 他说:"阿荣,下次见面 希望你换我的名字 我看着他 不说好 也不说不好 赵小将军并不勉强 他朝我挥了挥手便离开了 他出行那日 我没有送 我坐在帆楼等遮吼府的反应 知道我是日入斗金的帆楼的东家 腾心会怎么做 知道我要嫁的是赵小将军 二叔又会怎么做 几天前 我对未来的规划只有我自己 那时我光脚不怕穿鞋的 大不了远走他乡 但现在 我的未来出了些改变 我也要多几分成算才行 侯府没有让我等太久 赵小将军离开的第二天 官府送来了一纸诉状 腾心告我偷了侯府的钱 并且用那些钱开了帆楼 现在 他要讨回帆楼 我带着明姑娘、勤儿和不由 去到官府时 那儿已经围满了人 我曾见过的那位跟在赵小将军身边的管事站了个好位子 没有避讳众人 遥遥与我见了礼 一副要为我撑腰的样子 而公堂之上 没有侯府二房 只有腾心 二叔真是好算计 腾心先一步开口 大人 腾华荣是我阿娘过季来的四女 来侯府之前 家里穷得连一吊钱都拿不出 怎么开得起帆楼 她定是拿了侯府的钱 她的态度端得是义正词严 我几乎可以肯定 她心里真是这么认为的 世子可有证据呢 这还需证据 她腾华荣身上的每一个铜钱可都是侯府的 就是阅历也是侯府发的 大人摸了摸胡须 不置可否 腾姑娘可有何辩解 我规规矩矩行了一礼 平静地说 大人 民女并未偷过侯府的钱 相反 侯府这些年的用度都是民女赚来的 疼心不屑地说 我阿娘给你好吃好穿 你做点是理所当然 我惊讶地用袖子遮住嘴 按世子这么说 我就如同在侯府当差了 那样的话 阅历也是我应得的吧 疼心一愣 好一会儿才面色猙獰地反驳 侯府供你吃穿 你还要拿侯府的钱 世子说的是 我身为四女 何该任劳任怨 不应奢望侯府半个童子 我垂下眼 一副你说得都对 我说不过你的样子 疼华容 你不要阴阳怪气 疼心大怒 世子大人不赞同地看着她 我这才招名姑娘上前 一字一句解释了起来 八年前 我帮了卖身脏腹的明珠 后来 她便在云城开了一家小小的吃食摊 没想到这小小的摊子生意火爆 很快她就盘下了一家小店 并在砌书上写的我的名字 她说 没有我就没有她 再后来 明珠就成了明姑娘 小店也成了樊楼 因而樊楼的开设 没有花侯府一分钱 我说 疼心不依不饶 连你都是侯府就吓的 你就吓的人 难道就不是侯府的人了? 你就她石花的银两 就不是侯府的银两了 人群之中传来一道声音 当然不是 我一回头 就看到了怒气冲冲的宋乔乔 她快步走到我身边 低声责怪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也不告诉我 我也低声问她 你阿爹阿娘让你出来 我这些天遇到的事可不算什么好事 宋乔乔的爹娘肯定不愿 她在这个街骨眼来找我 她喃喃说 知道赵小将军跟你的事之后 他们就让了 语气是满满的气恼 我表示理解地拍了拍她的小臂 宋乔乔不再跟我寒暄 与大人行礼后便开口解释 当时阿荣身上一个童子都没有 她帮名姑娘的钱 是找我借的 后来樊楼扩建 银子也是我出的 疼心不信 钱都是你出的 你还让她当东家 宋乔乔一脸不可思议 为何不让 樊楼的菜谱都是阿荣研究出的 经营的法子也是阿荣定的 我只需作者收钱 这般好事为何不干? 说完她又一脸恍然 也是 你们侯府就不爱作者收钱 你们喜欢干更多的事 赚更少的钱 这话刺得使他们不懂经营 还不让我管家 人群之中爆发出一阵哄笑 哎哟 可不是嘛 作者收钱的事都不爱呢 哎 你这话说得可不对 人家想听两句话就吞下樊楼呢 胃口可大着呢 说这话的是照拂管事 那可是樊楼 一壶酒卖十两的樊楼 就那么一丁点大的壶 围观群众的话题渐渐跑偏 肃静 肃静 世子 你还有什么证人证据要呈上的吗? 腾心没有证据 他从来只看眼前 只认自己的想法 真蠢 腾心嘴里重复着 这不公允 腾华荣是我阿娘买下的 她的自然是我的 但不论她怎么以为 这场官司都已毫无悬念 大人宣判 樊楼是我的私产 与侯府无关 且侯府诸人不得以任何步伐手段掠夺 围观群众对这个结果很满意 纷纷夸大人是青天大老爷 但我不满意 没道理他们侯府想告我就告 想欺负我就欺负 我脾气大着呢 谢过大人 大人 民女也有一纸诉状 民女要告腾心不遵长解 不知孝涕 不孝是大罪 大名律即有言 不孝之人 重则当诛 不过 我到底只是腾心的长解 只是如母 并非真的母亲 因而她这不孝不涕的罪到底要如何定 得皇上定夺 我要的就是皇上来定夺 我相信 我递上了这么好的一个法子 皇上一定不会错过 果不其然 皇上毫不客气地撤了腾心的世子之位 并勒令她好好洗礼 不要丢了她祖父和母亲的脸 这话说得很有深意 因为腾心的祖父和母亲 都是拿恩情胁迫过皇上的人 他们在皇上面前 可是没有脸面的 至于我 不知是因为法子弟的好 还是因为赵小将军的缘故 皇上不仅没有处罚我 还凭了我一个好字 因着这个好 腾家半点也不敢拿我的婚事作妖 也因着这个好 不管世人心里怎么想我 至少在明面上 没一个人敢说 我告腾心这事 有什么不对 他们只敢说 一切都是腾心的错 毕竟到了他这一带 宣平侯府连世子都没了 不是吗 一时之间 整个腾家都成了云城的笑话 我是在侯府的牌匾撤下时 从樊楼搬走的 我没有回腾府 而是住进了一间三进小院 将军夫人请了送巧巧的阿娘冲坐我的长辈 操持我的婚礼 那时我已经不再去关注腾家的事了 而是把一门心思都用在了准备嫁妆上 以我对他们的了解 接下来 我不用做任何事 他们就会把自己挽垮 但明姑娘和秦儿却每日都去打听 我几乎怀疑 这两个姑娘把腾家的那点破事 当成了话本资作消遣 他们倒是阵阵有词 说总归得知道 恶人的结局是怎样的 不然会心痒痒 我便笑着随他们去了 听说腾心被撤了世子之位之后 整个人都颓废了下来 而他眼里的至亲 腾华月和二叔 也因为失去了夺绝的希望 逐渐在他面前露出了真面目 腾心被迫从侯府最豪华的正院 搬到了最破的偏院 屋里的古董摆设连带着夫人的嫁妆 全被冲入了宫中 腾心长这么大 哪里体会过没钱的感受 他轻而易举就在二叔的设计之下染上了赌 这一赌 就输掉了右手手指 他不可能再入诗图了 至于腾华月 他总算成了腾府名副其实的唯一的女主人 二叔还为他说了一门不错的亲 对方是位极有前途的青年才俊 唯一不足的是家中根基尚浅 腾华月本来在二叔的劝说下 对婚事还算满意 但腾心却时不时在他跟前提起 他比我优秀那么多 怎么能嫁得比我差呢 腾华月被他煽动得头脑发热 还真就闹着不愿嫁 对方是个厚道人家 听说二姑娘绝了时 便主动上门退了亲 二叔气地当着所有下人的面 抽了腾华月两个耳光 又请了家法 让腾心把腿跪废了 腾家发生的这些事并没有丝毫影响我的生活 对我的生活产生影响的 是那个在福州办差 却隔三差五给我写信的男人 他总在信里嫌我回德曼 因为我常常是回信还没寄出 就已经收到了他下一封信 他从不在信里问我与腾府的事 也从不问我过得好不好 他似乎很笃定 我不论在什么情况下 都能过得很好 他在信里写的是福州的山水人情 他办公时的一些小烦恼 还有巷子深处的一碗桂花酿 有时他还会在信的末尾附上一首小诗 很烂 但字字都是缠绵 我每次提笔回信时 心里都会生出一种奇特的感觉 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惶恐 我会想 他是带着什么表情 什么心情来写这些信的呢 他为何会心悦于我呢 然后一封回信就这么拖过一天又一天 宋乔乔说我这是动了烦心 他说这话的时候 将军夫人笑咪咪地在一旁包橘子 三少爷在院子里荡秋千 我的心变和我的脸一同热了起来 我大婚那日 云成下了第一场雪 亲儿对正梳妆的我说 这叫瑞雪 宋乔乔夸他说得好 赏了他一对胖乎乎的金元宝 亲儿洗的眼睛都笑眉了 没一会儿 不由急匆匆地跑来说 将军府的二少爷和三少爷来了 说是受了将军夫人的命令 过来以我娘家兄弟的身份帮我代客 赵二少爷隔着门向我问好后 就摩拳擦掌地对三少爷说 一会儿大哥来了 要好好为难为难他 这可是难得的机会 三少爷欢快地应着好 我和女眷们在门后笑得不行 对了 滕福也来了人 来的是滕华月 他看起来既苍白又瘦弱 再也没有过去那一身仙气 整个人看起来默契沉沉 别人都在笑的时候 只有他一双眼睛盯折我 不笑也不言语 他从我的嫁衣盯到我的脸 从一个个极好的天装盯到院子里 根本摆不下的十里红装 最后只能把手里的帕子搅成了烂布 我并不在乎他的想法 我拜过生生父母的牌位后 就由三少爷背上了脚 三少爷背着我 整个人十分小心 我伏在他的背上 听到他轻声念叨 慢慢地 稳稳地 不可以摔到扫扫 很难不笑蜿蜒 轿子停下后 一只大手伸到了我的盖头下面 那是一只骨节分明的手 手心处还有一道疤 鬼使神差的 我伸出手去 轻轻触碰了一下那道疤 下一秒 我的手就被紧紧握住 赵小将军牵着我下了轿 还想就这么牵着我进喜堂 直到有喜娘匆匆过来递了红愁 他才不甘不愿地放开我的手 我们顺顺利利拜了堂 完成了之后繁琐的婚礼步骤 等到宾客接散 我与他才有了真正的独处时间 没了盖头的遮掩 他看我的视线仿佛带着火苗 他缓缓帮我散开头发 将我的手握在手心 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 当然记得! 他要我下次见面时 别再叫他赵小将军了 他要我换他的名字 他不知道的是 我虽没有开口 但早已在心里将他的名字喊了千万遍 我看着他 朝他的嘴唇亲了上去 那一声阿叶 便被揉进了红杖之中 尾声 我嫁到将军府第三年 生下了长女阿渊 照加上下 稀罕得不行 阿娘从阿渊满月起 就背起了嫁妆 二阿弟给阿渊造了间小小的书房 里面塞满了她 逼着老汉林们画的小书 三阿弟日日守在阿渊身边 把这么多年大家送他的新旗玩意儿一股脑搬到了他的房里 阿爹最夸张 他专程带兵 打劫了草原上的不足 抢回来许多漂亮的毛皮 说要给阿渊做斗篷 我对赵叶说 这样下去可不行 阿渊要被宠坏的 赵叶不赞同 他说 有我这样出色的阿娘 宠不坏 他还说 阿渊就像小小的阿荣 没人舍得不疼他 我都不知该弃好还是该洗好 阿渊周岁的时候 我收到了腾心托人送来的一个匣子 那是当年我被他抢走的首饰匣 匣子里的东西原封不动 此外还多了一封信 我捏着信发了一会呆 最终还是没有打开 这三年腾家发生了很多事 先是二房和大房分了家 后来又是腾二爷差事半佐 被罢了官 再后来 腾华月定给了一个小吏 却在大婚前一天跟着一个富商跑了 坊间都说 腾家在舍弃道义的那一刻起 就连运到也舍了 现在云城已没了腾府 腾二爷不知所终 腾心则回了祖宅 听名姑娘说 她现在很努力在读书 以后打算在祖里交交孩童 在想什么 外面风大 进去想如何 赵叶见我站在廊下发呆 顺手把我塞进了她的大厂里 我望着她甜甜一笑 在想我们什么时候再要个儿子 赵叶一愣 直接把我抱了起来 她脚步匆匆地往房里走 边走边说 娘子说得对 那则日不如壮日